我是客人 你到底是大聲什麼 我是古阿末 我是大君 歡迎收看富平飯店2023 今天我們要來探索一間網友推薦的爛飯店 有人留言給我說 古阿末我推永和鼎溪竹林路的 中性旅舍3.5顆星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中性旅店的門口 這個A人他說評論非常精彩 而且每次經過門口都閃著紫色的燈 常常有類似外送茶的女生走進去 鬼越續保證有感 所以問題就來了 A人是如何判斷這個女生是不是外送茶的 好但不管這件事情 我們直接來看Google上面網友給中性旅舍 什麼樣的評價 Shan說房間有蟑螂 浴室開抽風機時有煙味 拋棄式牙刷室用過最難用的 浴巾有小蟲 孤家寡人說很噁心的房間換了兩個房間 都是蟑螂到處爬 都是蟑螂這件事情聽起來蠻誇張的 瓜瓜說電源態度有夠不好 一臉我欠他錢一樣 黃子萱說床明顯感覺到彈簧 浴室門鎖壞掉 電視遙控器沒電 評論看起來還好 重點是他在Google上面 其實還是有3.5分 依照以往經驗 3分以上的其實都爛不到哪裡去 對啊 所以我們好好的來看一下 3.5分到底能多爛 如果不爛的話 都是A人的錯 對 是A人推薦的 沒錯 走吧 Let's go OK 我們現在進來的是 中信旅店911號房 他這個房間其實蠻小的 可是你一走進來稍微瞄一下 你就會用 麻雀雖小 五臟 五臟俱全 來形容他 然後剛剛一路走進來 我們有稍微看了一下 他其實都有用心在維護 他的地毯都是乾淨的 外面好多阿姨在打掃 然後該修散的地方他都有修散 灰塵也有差 電梯坐上來看到大廳 甚至還有一個噴水池 有水喔 真的會流動的那種 而且是真的乾淨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他是有用心在經營他這個地方的 至少跟我們上次去的那個 擺明就沒有要修沒有要打掃的 比起來好太多 差太多了 所以我剛剛上來之前 我就已經有說 三分以上一般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這間是 雙人房 一個晚上是1380元 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注意到 比較明顯的問題是 你看他這個門 他的門縫有點大 我的腳都可以伸出去了 這會有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就是啊 你只要拿鏡頭比較廣的 手機或相機或那種小設備 然後開啟錄影 從這裡伸進去 如果你有聽到裡面的人 可能他們正在忙 沒有注意到你 你就伸進去把他們都錄下了 就是這個門縫大成這樣 我覺得會有被偷拍的疑慮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正式介紹這個房間 首先看到門 普通木頭門 嗯 薄的 斧頭 五分鐘內可以看爆 再來他這裡是有網路的 有Wi-Fi 他的地板 他都有換過新的 有整理 不曉得換多久了 我們剛看Google上面評價 很多都是半年前來的 對 然後都罵他有蟑螂什麼的 嗯 我不曉得是不是這半年內他有修 至少我們現在走進來地板 沒什麼問題 然後你看他的牆 他牆也有貼壁紙 壁紙是有造型的 有圖案的圖片的喔 他還不是隨便丟一個牆壁給你 壁紙也沒有特別破 只有上面 可能這個是熱上冷酥的關係 對 稍微捲起來了 對 其他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他灰塵也都有差 就是不會很髒的感覺 是 再來往前走一點看到這個是一個小廁所 對 廁所我們最後再介紹 廁所外面的牆上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這個消防的 舊款的那種警報器 那你覺得他還能用嗎 應該可以 因為通常他應該是會全部連線 所以他只是看起來髒爛 對 就破 可是實際上可能還是可以用 對 只是我們不方便測試嘛 對 大家看一下上面還有一個洞 這是幹嘛的 他其實裡面放了一個燈泡 應該是燈 可是 他沒有換 對 他燈泡壞了他沒有換 這個是什麼 冷氣的回風 他這個是可以關掉的 聽聲音應該聽得出來我關掉了 掉影室 他從 這邊外面的牆壁出來 然後從這裡吸回去 對對對 做一個循環這樣嗎 對做一個循環 可是他沒有給你遙控器 和調溫度的地方 所以溫度就是固定的 不給你動 可是如果你太冷 你至少可以關掉 比不能關掉的好一點 這裡有電風扇 如果運動比較累的話 還可以再加個電風扇 其實 你看他上面還擦粉紅色的油漆 冷氣口 這一定是擦過的 不然一定會很多灰塵 所以他有用心在維護 然後再來看一下 他有提供拖鞋 我碰到了 沒有特別的味道 嗯 沒有還好 皮革吧 老舊皮革的味道 嗯 你看他壁紙都沒有破耶 為什麼 他到底怎麼維持他的壁紙 這個應該有重新貼過 還是說永和的住客都很有素質 沒有去破壞這裡的壁紙 我覺得永和 通常壁紙會髒會壞 我覺得都是被 住客不小心弄到的 好再來看一下他的化妝桌 首先是化妝桌的椅子 哇 藤邊椅 電子看起來有點舊了 可是他整體灰塵有差 給你看他的椅子腳 有灰塵 欸你 不要開 對就是椅墊不好清洗啦 但是你看他椅子腳有差 還是有一點灰塵啦 有布一點灰塵可是不濃厚 好看一下他的熱水壺 感覺有年紀囉 有灰塵喔 哇 這個就 熱水壺可能真的很舊了 灰塵多 然後裡面看起來也很髒 哇 還發霉 不是我會想要用的熱水壺 桌面有清潔 這個化妝桌的燈沒有壞 很多老舊飯店 他化妝桌的燈壞了 他都不修 對 沒有抽屜 沒東西啦 但抽屜也沒什麼用啊 我覺得沒有抽屜的設計 其實是好的 你來這裡小小住一下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抽屜 再來 普通的鐵桶垃圾桶 標準配備 看一下電話 電話可以用嗎 電話可以用 他的電話 電線繩很髒 不曉得是被什麼東西弄到的 咖啡吧 對比較像是被飲料潑到 或冰狼 應該不會死吧 冰狼渣 反正至少電話可以使用 對 再來看一下吹風機 看似沒有問題 冰冰有點髒 對如果他打掃的時候 可以順手稍微擦一下 因為這應該是5秒鐘到10秒鐘的事情 看一下這個櫃子上面的按鈕是幹嘛的 化妝桌的燈 對沒了 有提供電視遙控器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床鋪跟電視吧 電視是可以看節目的 但他 太激烈了 對應該是被打破了 被敲破了 這上面壞掉了 沒有辦法顯示畫面了 電視的螢幕他有差 看起來很乾淨吧 可是電視後面的電線 全部都裸露 然後上面布滿了大量的灰塵 對 那剛剛一走進來的時候 我不是說他的牆壁 他的臂貼看起來是乾淨的嗎 門口那一塊我覺得是乾淨的 可是到了床前面這一塊 就灰塵滿多的了 你摸一下 牆上都是灰塵 有點可惜 所以電視後面的電線也才會都布滿灰塵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不曉得為什麼灰塵特別多 再來我們看一下床鋪躺起來爽不爽 等一下喔你看 沒有支撐力 凹進去 對不對就是直接凹進去 這個腰會弓起來 睡一個晚上可能還好啦 長期睡肯定會腰痠背痛 嗯 我也躺躺看 這個是不是平常都一個人睡 為什麼他也是屬於中間下凹 兩邊支撐力不足就算了 可是他中間是下凹的 可能就在中間練比較多運動 就你看 我們會有一種往中間陷下來的感覺 流沙 對 剛剛評論是說躺這個床 會被床鋪的彈簧刺到壓到 但是我們目前躺 沒有這種感覺 也許他床鋪換了 或者是這一間是OK的 這是被子嗎 對 被子 好薄喔 不會喔 比上一間那一間 沒有特別的味道 對啦 跟上一間比的話 它的被子是厚一點 對啊 枕頭也沒有味道 我跟你說喔 在這種巷弄裡面的老大樓的旅館 都沒有煙味 對我覺得很屌 很厲害 我們一路走進來 從走廊到這裡 都沒有煙味吧 真的 可能有人抽煙 但不知道它怎麼清理掉的 至少我在裡面我覺得 空氣是很OK的 空氣流通 流不流通我不知道 但就不錯啊 也沒有那個煙味啊 沒有不舒服啊 我剛剛聞枕頭跟被子 也沒有煙味附著在上面 那就是他被單枕頭套這些東西 洗得很勤勞囉 因為如果 常常在房間裡抽煙 那種味道是弄不掉的 而且那個上面都會黃黃的 可是它沒有啊 對 你剛好躺在這裡 我們看天花板 你看它房間的室內燈三顆 對乾乾淨淨的 電燈似乎也沒有問題 然後天花板 它的壁紙應該也全部都貼過 很潔白耶 還是他特地挑了一間好的給我們啊 我順手測一下空氣品質啦 PM2.5是26 PM10是34 整體空氣品質是very very good 濕度也只有60% 我們之前測很多 都是78% 80% 再來看一下冰箱 它有插電 冰箱上面灰塵很多 可能是因為靠窗的關係 對 冰箱裡面 有溫度 沒有到臭 但是也是有一點點異味 我現在站的這塊地 你看得到嗎 這個地板會讓人聯想到 它原本是陽台 它把陽台包起來 變成房間的一部分 就是所謂的外推嘛 窗簾不要去灰洞的話 看起來算是乾淨整潔 可是你一灰洞的話 上面其實附的灰塵就多了 它房間裡打掃得不錯啦 窗戶可能比較少換洗 這個房間是不是真的 麻雀水小五臟俱全 還附落地窗 還有陽台 你還可以坐在這裡抽煙 不過它這個陽台的圍牆比較低 如果走出來玩耍要小心 不要有一個翻身就下去了 像我們這種長比較高的 對啊 要小心 它是氣泥窗嗎 比較基本款的氣泥窗 對 關起來聲音比較傳不進來 嗯 我們進來到現在也沒有特別覺得吵吧 最吵的就我啊 嗯 再來房間裡最後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呃 衣櫃 它一樣是裡面放了一條被子 其實我不太懂 老飯店都會在衣櫃裡面放一個 和它床單床套 明顯不是同一組的被子 那它這樣子丟在裡面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要給我們蓋的 還是它只是在收納收藏 嗯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困惑 嗯 它應該可以建議放一條全擺的 對 就是如果你要給我們蓋的話 你為什麼不乾脆弄好鋪在床上 我要是太熱我就自己移到旁邊不要蓋 啊你丟在裡面 反正我看不出來它到底是不是可以蓋的 嗯 那衣櫃下面空間看起來是大的 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衣櫃門板上面又破了一個洞 唉 到底是誰啊 什麼情況下我們會在這裡 弄出一個洞 這個洞看起來像是撞擊 很用力的撞擊 不知道是什麼頭洞道 OK剩下廁所了走 廁所很大 評論裡面有人提到廁所我們是壞的 我們試一下 好 看起來沒問題 沒問題 是不是我們真的剛好住到它翻新過的啊 你看它的磁磚跟地磚都沒有問題 感覺都新的啊 對啊 都沒有什麼破損 然後抽風機 算乾淨啊 嗯 雖然外面有一點灰塵 可是以我們看過這麼多 像蛋糕一樣 算是比較低分老舊的飯店 嗯 它真的算是乾淨的 對 鍋裡有一點髒髒的痕跡 可是還好 對 無傷大雅 洗手台 你看它的水龍頭 還有它洗手台 包含洗手台 膜都還拿掉耶 對洗手台的塞子 都是換新的 它塞子的膜都沒拿掉 比較特別的是它馬桶很矮 這應該是以前的喔 我不曉得以前的馬桶比較矮 沒有這看起來就有點比較老舊 不曉得會讓人聯想到 小矮人 灰姑娘裡面有幾個小矮人 七個啊 嗯 好走吧 七個 我要特別回答 灰姑娘 灰姑娘裡面沒有 灰姑娘裡面哪裡有小矮人 喔對喔 我覺得有沒有用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可能不能做到十全十美 對 可是你要花心思修閃 要修正 你看它這個門框 它這裡這條木頭很明顯是架上去的 對 然後弄這個鎖 它可能就是想要修 矯正 門關不起來的問題 對有矯正 有用心在修 比那種擺明沒有要修得好太多 還要用手抬起來那種的 真的 喔這個還真的算用心 欸 糟糕 我已經跟你講了 我已經看了吃了水 過好幾次都沒關了 太熱了是不是 要出來偷偷氣 它的熱度來得很快 馬上調整感覺就來了 我們現在只擦這個吧 把我們弄就差不多了 舊博爾有人說 把女生背棕草棉 這是一個勇者的記號 要不要再讓我們再挑一次問題 半年 那邊謝祖總 所以拜託 不要再說什麼棟草棉 沒有棟草棉這件事情 而且我也現在是好擠了 好不好那個棟草棉 那個時期也過了 爽嗎 爽嗎 騎起來蠻爽的 所以我說追起來爽 追起來喔 還可以啊 所以 我不是說爽嗎 爽啊 你會不會把你聽起來 誤會 你的心思誤會 聽起來就誤會 沒錯 為了知道剛剛那間中性旅店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是網友推薦的嘛 網友覺得它很差 是 我們實際去看完之後覺得還好 對啊 可是為了有個比較詞 是 我們就搜尋了 中性旅店它是永和區 我們就搜尋了 永和區最低的住宿飯店 就找到了2.9分的香劍環 香劍環 我們來看一下Google上面網友 都給它什麼評價呢 好 書尾說好的按摩浴官 根本沒有小的要命 隔音超差 床單超髒 他說他臉躺個半小時 直接紅疹 紅疹 爛得要死 小寶曲說 這麼十多年 也算這裡的常客了 真的旅館爛掉了 進來 浴缸滿滿的小蟑螂 滿滿的 這一次兩間評論都說有很多蟑螂 嗯 JH房間陰暗潮濕又悶 房間味道又重 一進房衛生紙都是空的 打電話跟櫃台說 結果送上來一臉不情願 離說最基本的房間1280元很可怕 小到有優避恐懼症 浴缸黃斑很多刷也刷不掉 根本不敢炮 電視遙控器是裝飾 要自己用機扇盒手動 這個滿常見的 嗯 好啊 反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香淨歡旅館 2.9分 跟剛剛的3.5分中性旅社 到底誰是永和的 富平王 Go 這個看起來 比較像是來約會打炮 畫面拍就不錯啊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香淨歡307號房 嗯 在開始介紹之前呢 不曉得各位有感覺到 這個人火氣很大嗎 嘿嘿 我們剛剛又刷了一下評論 發現 有兩三則評論都有提到 他們覺得這裡的服務員態度不好 剛剛大軍本人感受到了 先聲明一下 這單純只是大軍這個人 跟今天的服務人員 對 這兩個人可能比較沒有那麼match 不影響我們待會對 香淨歡的一個評論 是 剛剛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飯店都會擔心說 你租雙人房 可是你卻上來四個人 所以我們有四個嘛 加上加高跟哲哲嘛 所以我們又額外開了一間休息的房間 對 這個環節 這一些事情本身沒有問題 問題是在 這個服務人員讓大軍感覺 講話的態度是兇的 質疑的就是 好像你是不是要做什麼壞事 你是要四個人去睡我們兩個人房間 是不是 有那種懷疑的感覺 人被懷疑情緒就不好 那後來我們坐電梯上來的時候 這個服務人員可能有看到我們有相機設備啦 所以就跑上來 請我們不要在外面拍 他說房間裡你可以拍 這個也沒問題 只是他可能講話的聲音是 欸你們不可以拍 就是大軍聽起來覺得這個聲音 有一點嗆 所以他就有跟對方說 你在大聲什麼啦 請看VCR 等一下 我是客人欸 你到底是大聲什麼 你要大聲什麼啦 好啦一個小插曲分享一下 因為 我們富平飯店也拍一年多了 對 倒是真的 頭一次跟服務人員 有比較大聲的互動 我難得生氣耶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正式來看這個 307號房 他的門是鐵的 嗯 外面有人 旅的 好 門比剛剛的中性扎實一些 嗯 然後可以上鎖 剛剛中性是麵包鎖而已 對 他至少還是比較高級的鎖啦 但是他的房間很小 你現在看到攝影的鏡頭 和我們站的位置 差不多就整個房間的大小長度了 看一下門旁邊有一個電視櫃 嗯 電視櫃很特別的地方是 嗯 快四抽屜的把手 實際上他是假的 對 這是裝飾品而已 裝飾品而已 對 那我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呢 沒有覺得煙味很重 對 可是會感覺味道好像混了點什麼 所以我們就有用我們的空氣品質檢測器測了一下 對 P2M.5剛剛一開始進來測的時候是89 我們畫面應該是拍到89 那隨著我在講這段話的過程中 他已經降到70了 就是我說過嘛 我們的肺是可以進化的 對 我們進化的不錯 可是因為還是超過35 空氣品質檢測器說 空氣品質只有普通 嗯 分享一下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他的電視可不可以用呢 比較慢 但電視看起來可以用 畫面有一點偏暗 糊掉了 太老舊的關係嘛 嗯 以使用性來講還是可以使用的 對 好嗎 桌子上摸起來我覺得沒有什麼灰塵 他打掃的原因應該有順手插 電視後方的電線 其實也沒有什麼灰塵 嗯 雖然他電線都是丟在外面的 嗯 可是跟剛剛那一間比起來沒有灰塵 原因我猜是因為 這個房間 完全 完完全全 沒有床庫 對 所以灰塵也進不來嘛 是 這是有好有壞 對啦 再來電視櫃過去 是化妝桌 可是他這個設計就有點擠了齁 因為房間太小了 櫃子可以推我 櫃子往後推一點 推一點點 看一下他的椅子 椅子 很多傷痕 木頭上都是刮痕 對都是刮痕 但是這個皮椅上面 沒什麼問題 皮椅沒有破損是乾淨的 對乾淨的 穩嗎 嗯OK蠻穩的 他這個桌子 跟這個電視櫃應該是同款的 所以這應該也是假的嘛 沒錯 這個不是抽屜 就是裝飾品 裝飾品 嗯 他這個桌子邊邊已經壞掉了 被削掉了 他裡面直接提供一台飲水機 某方便來說 在房間裡提供一台飲水機 是加分的吧 對蠻加分的 通常都給礦潛水而已 嗯 保險套 喔有提供保險套啊 嗯一個而已 太小看完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UCC咖啡 不知道 我說這個東西本身是什麼 看起來 是從其他地方搬過來 硬放上去 順便用來放這些冠型 剛剛好 吹風機 聽他的馬達聲音 比剛剛中性的好一點 嗯 剛剛中性的雖然吹起來OK 可是聲音 嘶 那種要燒掉的感覺 對 他這裡香劍歡的吹風機 聲音聽起來比較好聽 嗯 這次看的兩間牆壁我覺得都維持得不錯 天花板是木板 嗯 七張蓋板 也是很乾淨 都沒有什麼破損 這裡有掛衣架 嗯 好像也都是乾乾淨淨的 他這個房間好怪喔 其實我們體感上沒有什麼灰塵 對 可是PM2.5側起來 是超標欸 好奇怪 空氣品質檢測器 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床頭櫃就有點誇張了 床頭櫃上面很髒嘛 哇 他很多地方摸起來灰塵是還好的 只有這裡灰塵很重 表示這裡可能沒有清潔到 嗯 好看一下床頭櫃 一樣假的抽屜 電話 電話是可以用的 衛生紙盒粉紅色的 遠遠的看滿可愛的 近看 就覺得這應該是 那種三五十元雜貨店的 塑膠衛生紙盒 欸 床單有個煙危 床單上面被 對被燒破了 可是 你有覺得這個房間煙味重嗎 還好 但是我剛有發現一個地方 這個應該是有人放香眼 有沒有 放在上面然後燒掉 床鋪也是被燒破 可是 又沒有什麼煙味 它是怎麼在這種沒有窗戶的密閉空間裡 把煙味全部消掉來 剛剛中性旅社那裡也沒有煙味 他們是不是可以交交一些 煙味很重的老飯店怎麼去除 哇這個 枕頭上面都有毛啊 是燈光有問題嗎 看起來很黃黃的 看起來沒有很乾淨 看你聞聞看 清潔度 欸 可是有香味 枕頭套應該還是洗過的啦 嗯 床單跟 背套味道都蠻香的 嗯 舒服嗎 這樣躺起來很密閉 沒有窗戶吧 壓迫感 對壓迫感 嗯 不太舒服 這邊的床枯應該比中性的床枯好 是很軟的 沒有特別往中間凹陷的感覺 嗯 還除房間很壓迫之外 這個床本身是躺得舒服的 好最後去廁所之前先講一下 它也是提供 持續使用的這種室內拖 嗯 沒有什麼味道 可能有用酒精消毒吧 嗯 冷氣的話 它也是釣飲室是不是 對釣飲室 可以控制溫度 一樣有回風的 嗯 是不是每一個地區的旅館 嗯 都是差不多的人在做設計 我們看了這麼多老舊的房間 也不是剛好每一間都有冷氣 然後旁邊一個回風的 結果這次來永和兩間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設計 嗯 剩下廁所了我們去看一下吧 廁所的空間算是大吧 算舒服了 嗯它有浴缸 廁所給人的感覺比房間給人的感覺 高級一點 嗯 它的洗手台 塞子不見了 喔 對沒有塞子 它這個洗手台銜接處 有裂縫 沒有用舒適控打 有點醜 沒有接好 可是沒有漏水 不影響啦 欸 蟑螂 當著我們面前在爬欸 哇 手機可以拍好清楚喔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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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它發出這麼大的聲音有點驚手 因為它剛好也在動你知道嗎 它躲到那個縫縫裡了啦 有小蟑螂就代表 又會有大的 喔不好說啦不好說 欸 可是它的廁所抽空機很乾淨欸 有差喔 是不是新換過的 你看它廁所天花板也都弄得很乾淨 嗯 欸這個就可能 這裡不知道為什麼有縫縫 蟑螂搞不好就從那邊下來了 浴缸雖然有一點黃黃的啦 小小的掉漆破水 可是整體看起來會想像說泡澡是舒服的 所以待會就由我來泡泡看 馬桶也沒什麼問題 看起來沖水也不會漏水 它這個燈這個是玻璃板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因為燈從上面打下來會讓這個玻璃板看起來很髒 算是這個廁所裡面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其他地方看起來都蠻乾淨的 廁所的毛巾 沒有想像 好我們最後測試一下廁所門關起來順不順 廁所門沒有問題 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剩下洗澡泡澡環節了 測試一下它的衛浴設備洗起來可不可以 可能因為它的塞子是用白色的 所以才會看起來脹 比如說按摩浴缸應該是它看到了 可能官網或者是外面的介紹說有按摩浴缸 但我沒有特別看到它有介紹它有按摩浴缸 所以就算現在這裡是一個普通的浴缸 我也沒有覺得哪裡不錯 好燙喔 我覺得浴缸沒有什麼問題啊 如果你可以忽略那裡有一隻小張蠻快的 測試一下連摩托 水很大很熱熱的也很快 它這個廁所真的最可惜的地方就是那個 它的廁所燈下面這個玻璃 看起來好髒喔 上面好多死掉的昆蟲屍體 好好考慮一下啦 我覺得浴缸這間不錯啦 沒關係 你們不如就承包這一間了啦 沒有這間嗎 沒有 而且這間離我們打鐵永和店 走路幾分鐘 五分鐘而已 你們晚上剛好去那裡健身完回來洗澡多好啊 我們現在都是猛人不用健身 糟糕 好 好又到了我們選房間的環節了 你比較想住網友推薦的中性旅店 還是這一間服務員和大軍有一點小衝突的相見歡 根本就不會歡 我想見我想住中性 你想相見歡 我不想 我要中性旅店 那你想要哪一個 我想要在這裡跟他站 但是你們都不一定可以選到你們想要住的 我們現在來玩一個小遊戲 我跟大軍一對 嘴嘴跟家高一對 我們挑戰30秒夾綠豆 哪一對夾的綠豆多 哪一對就算贏 這一個杯子裡裝滿了綠豆 這個杯子是空的 兩指的距離 來囉 3 2 1 一次夾一顆 好了 好算一下幾顆 1 2 1 2 18 帥喔 18顆 來喔 準備囉 3 2 1 看一下幾顆 1 2 3 2 2 3 2 3 2 8顆耶 4 3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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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4 6 4 6 5 5 5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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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鬚鬚好長喔 對啊 OK 睡了一個晚上 現在我們來分享一下 昨晚這兩間飯店的體驗心得 先說我和大君睡的這間相見歡雙人房 一個晚上是1380 由大君先分享一下體感上的心情 房間的話我是給他大概一分啦 那服務的話 所以整體而言 你體感只想給他0.5分 對 那除了服務人員之外 有其他優缺點想要講嗎 我覺得優點只有他的廁所比較好 其他的我都覺得不行 睡起來很封閉很壓迫 而且我覺得睡久了會有點窒息感 因為空氣不流通 他沒有窗戶 你的評鑑表填起來是1.9分 光廁所就拿了多少 1.2分 我真的覺得你這評鑑表有問題 你看你光是廁所的地方就高達1.3分 對啊 然後我們昨天我們睡這間不是有蟑螂嗎 對 你看蟑螂應該要扣分 或者是對於這件事情我們要怎麼評分 在評鑑表裡就沒有 我們昨天晚上睡覺時又在牆上看到一隻 雖然也是小蟑螂 可是你就打掃可能不乾淨才會有蟑螂吧 會不會 很活躍的蟑螂 對不知道 所以我建議這個評鑑表再改一下啦 相見歡我評鑑表填是3.4分 我1.9分 這樣平均起來是2.6.5分 跟Google上面網友給他2.9分 好像也是差了那麼一點 對 好再來我們看昨天晚上 家告跟哲哲睡的這間中信旅店 我們現在就是在中信旅店旁邊的公園 對 做這個總結的 這裡蒼蠅好多喔 中信旅店雙人房一個晚上也是1380 我們先請哲哲分享睡一晚的心得 冷氣好像不太冷 它好像只有開漢關的顯像 因為冷度一樣 冰箱很炒 就是馬達聲太大了 哪像我們那裡這麼安靜啊 對啊 愛選這個嘛 沒有冰箱啊 優點 剛一直沒想到 哇這麼慘沒有優點 體感上給他幾分 2分 2分 可是你的評鑑表停出來高達3.2分 所以你看這個評鑑表有問題嗎 真的 都跟大家體感不一樣嘛 對啊 好再來換家告分享一下 昨天晚上睡在這裡的心得 我覺得他的床很塌以外 就是他這裡出入的人有點奇特 網友留言有說 這裡有外送茶出沒 但是我們跟哲哲稍微觀察 是蠻多年輕的男女來這裡入住的 反正你有看到很多年輕男女來入住啦 但他們是不是外送茶就不知道 這是家告個人的看法 我們有稍微觀察 七八九十都是他的 從樓下看的時候 坐電梯上去以為他只有八樓而已 他把其他樓層的電梯都鎖住了 只能從八樓進去 好啊那你體感上你給幾分 2.5分 你們兩個的評鑑表都是評出來3.2分 對 很剛好 體感2.5跟2 評起來22.5 跟Google上面網友給他的評論高達3.5分 好像有一點出入 反正這是家告跟哲哲自己睡起來的感覺 OK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永和 一個晚上睡兩間飯店的心得 各位覺得這兩間能代表永和的富平王呢 一個是網友推薦的中性旅店 一個是Google上面最低分的香劍歡 各位留言分享一下吧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現在由家告出戰 你需要練習嗎 你死了你 哇怎麼辦 我們要不要交換一下 你發出了我他的聲音呢 不用了 來了啦 你不覺得現在浴缸很可愛嗎 就是剛剛我們因為要四個人上來 他說雙人房只能來兩個 所以我們有另外開一間雙人的休息房間 然後這間房間的浴缸 太可愛了吧 我的天啊 大概是這種感覺